快手01024 季绩性预期 加上已回购最多40亿元股份 获汇丰 美银等大行齐齐上调目标价 刺激股价最多近升7% 见57.1元高位 收市仍升于3%至55.15元 汇丰证券报告指出 考虑到直播和电商业务的强劲增长 决定把快手金命两年的收入预测上调3% 经调整净利润率预测亦提高1-2个百分点 同时相关回购计划对估值带来支持作用 该行将快手目标价调升于4% 由原先的92元升至96元 投资评级为买入 给予最牛目标价105元的负税亦指出 快手首季直播及电商收入优于预期 反映反弹势头强劲 盈利前景理想 该行估计 快手第二季收入增速加快至25% 投资评级为买入 另外美银证券提到 快手首季直播及电商业务收入性预期 而且内部广告增长强劲 集团整体亦实现首次纽规 该行亦上调快手金 明两年的收入增长预测 相信无利率可保持稳健 目标价上调5.3%至80元 重新买入评级 不过高盛将快手目标价 由91元微降至90元 维持买入评级 该行预期 受惠直播及电商业务持续推动下 预测快手第二季广告收入按年增长24% 并将快手今明两年的整体收入预期上调2%至3% 预期